大家好,我们是无影不成人,我是陈子,我是五彩,今天是一个特别计划,那这个特别计划呢,就是要教大家怎么看电影,怎么看电影就是指说要怎么收集片单,因为之前不只是五彩,也会有其他人问过我说,你到底拿来这么多电影可以看,你的片单到底是怎么收集的,所以我就想说好像可以做一个微分享,在十大片单那一支影片,我有说我保守估计应该是看150部以上嘛, 但是最终的数字我还没有公布,我去年就是看了248部,当然跟很多可能从事电影行业,或者说影评,他们比起来,他们看了更多,看了很多影评,有人看400多部,看了上千部的都有,但我觉得跟身旁的人比起来,我看了应该算多啦,那今天会分成三个部分,第一个部分就是Google还有维基百科,现在Google维基百科就是很发达,那这个是要用来干嘛的呢,就是如果你们是新手小白,想要刚开始踏入电影这个期间, 很奇妙的世界的话,你们就可以先从影展,还有颁奖典礼的各大得奖片开始,那不只是得奖片,入围片OK,那其实我觉得光是这样的话,就可以让你搜集非常非常多了,那现在呢就是要告诉你们一些,关于亚洲地区,或者是欧美地区,比较有名的影展,你们可以去参考的,犹豫非常多,我也背不起来,所以不需要看手机,台湾部分当然就是金马奖,还有台北电影节嘛,这个就是比较隶属国片,其他东南亚地区的国家的片,也会出现在金马奖, 那再向外推一点,就是香港部分,香港部分就是金像奖,还有亚洲电影大奖,中国呢有金鸡奖,那另外一个亚洲部分就是印度,印度也是宝莱坞很盛行嘛,所以他们也是有非常多的电影,国际印度电影学院奖。 那在欧美地区呢,那就更多咯,先从三大影展开始说起,有波林展,坎成影展,跟威尼斯影展,但是这些影展,你在细看的话,其实会有非常多的项目,还有单元,那你们就可以先从他的最高荣誉奖开始看起,波林展的金雄奖,坎成影展的金松驴奖,威尼斯影展的金师奖,那接着呢还有法国凯撒电影奖,英国电影学院奖,这两个就是属于法国跟英国, 辟美奥斯卡等级,所以这两个颁奖典礼,大家也是可以去参考的,那刚刚讲到辟美奥斯卡嘛,不能错过的当然就是美国的奥斯卡金像奖,还有金球奖,我觉得奥斯卡金像奖就是最容易入门的啦,最容易入门,好像很简单一样,应该说毕竟奥斯卡他们的一些得奖片还有入位片,也不会到非常的小众,当然很多片或许有些人还是不喜欢,然后我要讲一下,因为我自己是一个算是什么片都看的人,所以我片单很容易可以 建立,刚刚说到的奥斯卡金像奖呢,我觉得它上面很多的片很容易可以观看到,台湾的发行商还蛮容易会引进这些入围片还有得奖片的,所以大家也可以随时的关注电影院上映的情况,像最近已经快要到奥斯卡了嘛,所以就是还蛮多得奖片还有入围片,就是都有在电影院上面上映,这个就是第一个我搜集片单的方式, 再来呢第二个就是要介绍串流平台,还有APP,目前我有在使用的付费串流平台,有Netflix还有迪士尼加跟Gillow,前面两个大家比较熟悉,Gillow就是用台湾记录这个台语的谐音去取的,但是我是念Gillow啦,因为我觉得Gillow比较有英文的感觉,我会用这个是因为上面有非常多台湾导演的短片,还有一些比较属于新浪潮时期的那时候的电影,那前面两个我觉得对我来说也是不同的类型取向,像迪士尼加就是因为我想要看漫威,还有皮克斯, 然后一开始我会买迪士尼加,是因为那个台北女子图件嘛,结果到最后,欸我没看,不好意思,我被个大眼睛吓到不敢看,那Netflix它也算是串流平台的入门啦,上面也是很多好莱坞或者是其他类型的电影,可是我觉得Netflix的电影比,迪士尼还要多远欸,对对,就是迪士尼它有局限,虽然很多人在说什么要退订Netflix之类的,前阵子不是大家都有在觉得什么,因为不是说不可以有那个同住家之类的,可是我自己想想完是觉得我没办法没有他, 我还是很爱看上面的电影,那为什么会介绍串流平台,就是因为我有一个兴趣,有一个嗜好,我如果闲闲的话,我就是会多时间滑串流平台,就像那个怎么讲,在滑虾皮沟一样,有时候比如说你点进Netflix,你可能都只会看到,目前前10名有什么电影,你就不会去细细的滑,所以这是我有时候会做的事,但是我觉得界面上的话,Netflix方便没错,但迪士尼加的界面设计的蛮可爱的啊,对啊,对就是都会有那个动画浮现, 所以自己就蛮喜欢的,那Gilo它就是比较传统一点点,没有那么多花样,那它有很多纪录片吗?对,它也是有很多纪录片,然后可能国外得奖的影展的片子也会在上面,所以Gilo也是一个蛮不错的选择,如果大家有闲钱的话,就是可以去,那另外几个呢,就是我没有在付费使用,但是我偶尔会使用的,第一个就是GP家,它是车库娱乐的一个串流平台,那我会使用就是因为我得到了三个月的免费序号,跟大家讲,如果你们有收到免费序号, 真的是不用白不用,你不要觉得说,我到时候还要退订很麻烦什么的,你使用之后你就觉得很快乐,因为它是免费的,所以我也在GP家上面累积了一些片单,那再来就是买video,买video我也是在上个月,获得了一个月的免费序号,我才知道原来买video这么多好看的店,很多片单我都在那边满足了,所以我那一个月就是爆看,因为我目前已经有在使用三个付费的平台了,所以我就不会再买,买video,可是它上面有一个功能是租借功能,就是你可以花70块去租一部片, 然后在48小时内看完,我也觉得这还蛮划算的,那再来就是Apple TV,Apple TV我也是没有付费使用,但是它里面也是有租借功能,而且有时候会打折,我就是那种大妈心态你知道吗,看到有什么下沙或者打折,关键字我就说,对,然后呢,它有时候里面会有15块租一部片,15块合乐而不为,就超赞的啊,所以我就是偶尔会使用一下Apple TV,那再来呢,还有额外的介绍两个关于电影的AP, 第一个是大家比较知道的IMDB,通常大家要看电影的评分啊,或者是评论,都会去看IMDB,然后里面也会告诉你说,最近要上映的电影有什么,那另外一个要介绍的是,相对IMDB,比较少人知道的Laterbox,Laterbox我使用下来我是更喜欢,我觉得它的分类更细,像是呢,大家可以看到,一点进来,它就可以告诉你说,这个礼拜最夯的电影是什么,这个礼拜很夯的是,敲敲门啊,妈的多重宇宙啊,日历啊, 铁达你好,通常看电影也是需要这种跟风嘛,就是大家看什么好看,那你就去看啊,你没什么不行,然后再来它这上面也是会有评分,然后大家会给评论给星星,那我觉得上面评论都还写的蛮真实的啦,像之前我就是看到说,有人说这部电影很尴尬,之类的,我就觉得还蛮好笑的,再来就是它也会有一个地方很像专栏,像第一个大家就是可以看到,2023年奥斯卡入围的片有什么,这些电影它全部都帮你记录在上面,最重要的是,我觉得它有一个很棒的功能就是,它会在每部电影的下面,告诉你说, 哪些平台看得到这些电影,而且它也是可以建立自己的片单的,所以如果你是有下载IMDV的观众,你们也可以去下载一下Latterbox,就是双管齐下,第一个方式就是我比较勤劳的人,比较勤劳的人我会自己去翻影展嘛,自己去看维基百科自己记录下来,那这个它就是免费帮你建立好啦,所以我觉得这两个APP就是影迷必备,最后方式就是影评,我是一个非常爱看影评的人,分成两个部分介绍, 第一个是简洁有力短文型,第二个就是文型并茂长文型,我自己是长文型的啦,我就是喜欢看别人写漏漏等的文字,然后很富有情感的,我是喜欢那一类的影评,短影评呢,我比较有在看的就是超立方还有昆丁图点评电影,这两个就是通常都文字比较简短,然后会附上一些图片,长文型我喜欢的真的很多,好,来哦,要一口气到念完,这是一个挑战, 我会看的呢,有马兴,酿电影,西关节,明影品,相公堂主,无影无踪,地下电影,浩克电影,一夜华尔滋,SXY视觉动物,台中影迷站出来,LISA的海底影院,影集好友梗,Alan的影剧娱乐闲聊,白色豆腐蛋糕电影日记,对,这几个都是我会看的,然后我很喜欢分享他们的影评,因为我觉得他们的影评都会写得很贴近我的心底深处的,我都是FB,我FB通常就会看的, 就是拿来分享这些影评的,虽然说其实也没什么在看,但是我就是喜欢分享,有时候你喜欢看电影,可是你不一定能够像影评家一样,可以写出很文情并茂的文字,我相信这或许也是有些人的困扰,就是看完之后你有很深很深的感触,可是你却没有办法用文字建立出来,所以我觉得影评对我来说很重要的地方就在这,我很喜欢看那些文字,那以上这三种方式就是我最常建立片单的方式,最后呢我就是加码推荐三位导演,那这三位导演, 他们也会比较长频率的在他们的FB发文,然后我自己也是很爱看,第一个就是九把刀嘛,像可能九把刀前阵子进戏院看,嗯,什么什么二,他们就觉得说,哦,是烂片,然后又很长,那当然这是他的想法,言论自由嘛,那再来呢就是曲友宁导演,曲友宁导演他就是偏国片类型啦,可能最近上了什么国片,他就是会写一篇蛮好的推荐文,那第三个呢就是我最近非常爱看的柯梦荣导演,咒的导演,他会很常在他的FB上面 PO一些他的想法,或者是他最近感兴趣的东西,我就觉得很酷,然后他也会推荐电影,像前一阵子我去看了这一次金像奖入围十六项大奖的正义回廊,我就是因为看他PO了说,听说这一部很屌,问号,哎,我就去看了,以上呢就是小小的跟大家分享,我是怎么搜集片单的,那我是一个看电影会把它记录下来的人,备忘录里面也有一份片单,各处都有我的片单,所以大家你们也可以分享一下,你们平常都是怎么搜集片单的,然后你们在去年看了几部电影,你们预计今年想要看钱, 都可以在下面跟我们分享,今天的影片就到这边,喜欢我们的影片记得按赞订阅加分享,然后也可以追踪我们的IG,我们的IG也是一个你们搜集片单的管道,因为我们每天都会在现实动态分享一部电影给你们,那今天的影片就这样咯,拜拜